今天是6月19日星期一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提要 司法部前部长巴尔 公开批评前总统特朗普 指对方行为老妄 根据机密案件的案情 已经造成严重影响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北京会见访华的国务卿布林肯 并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移行 有内地学者指 布林肯访华为中美关系 企稳回暖注入信心 中国和美国逐签多年的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将会在8月底戒满 华盛顿内部对于是否逐签协议 存在分歧 得罪州长阿波特被调查 近日将移民从该州送网络沉基的时候 是否涉及人口贩卖以及绑架 下一站 2023星岛公展会香港站 一年一度星岛公展会 现在接受摊位预订 香港的热闹 和都市风情登陆湾区 约定你8月19日 在鸿木城的Court House广场 2200号Broadway 不见不散 摊位有限既不可失 参展商可以直接面对面 推广你优质商品 近距来接触新客户 请把握相机 现在就致电查询或预订了 热线是650-808-8888 2023星岛公展会香港站 列车准备出发 650-808-8888 650-808-8888 首先是今天的头条新闻 中国国家主义习近平 在北京会见访华的国务卿布林肯时表示 希望布林肯今次访华能够维稳定中美关系 多发挥积极的作用 交给港台记者 杨潇相机 赵号警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 下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访华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习近平提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 与国务委员兼外长陈刚 与布林肯进行了长时间会谈 总体上 双方会谈坦诚深入 中方表明了立场 习近平说希望布林肯这次访华 能够为稳定中美关系 都发挥积极作用 他强调世界需要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能否正确相处 事关人类前途命运 他又说中国尊重美国的利益 不会去挑战和取代美国 同样美国也都要尊重中国 不要损害中国的正当权益 中方始终希望中美关系能够健康稳定 相信两个大国能够排除万难 找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的正确相处制度 希望美方采取理性务实态度 与中方相向移行 共同努力 让中美关系稳下来好起来 布林肯上午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会谈 历时超过三个钟 王毅向布林肯指出 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根源在于美方扶持错误的对华认知 导致错误的对华政策 他要求美方停止炒作中国威胁论 取消对华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 不得肆意干涉中国的内政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北京总结的时候表示 他和中方领导层同意在巨大差异之中 有需要稳定关系 布林肯又期望未来几个星期 既有更多美国高层官员访问中国 他又指欢迎中方官员访美 路透社引述中国岸家部官员表示 布林肯这次访华 标志着中美关系新开始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 已经答应布林肯的邀请 将会访问美国 另外有内地学者就说 布林肯访华为中美关系 企稳回暖注入信心 交给港台记者秀志荣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两日内分别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以及与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谈 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 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琳认为 双方同意共同落实两国元首 去年巴厘岛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 鼓励扩大两国人民和教育交流等 为中美关系企稳回暖注入信心 不排除习近平在11月出席 美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 顺度访问当地 中美除了达成五项共识 王毅会见布林肯的时候 也要求取消对华非法单边制裁 放弃对中国科技发展打压等 中大社会科学院 全球研究学系兼任港师陈伟信相信 有关问题涉及美国政府内部角力 短期内不会有突破性发展 陈伟信又说 无论是共和党 亦或民主党上台 美国政府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针没有改变 北京方面在布林肯访华前 会见多名美国商界领袖 他们代表两个党背后的富商或者企业利益 美国大选明年底就会举行 相信布林肯此行 可以让拜登对支持者有所交代 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表示 已经获邀请近期内访问中国 他渴望和结束访华的国王卿布林肯会面 已确定访华一期 到访凡凡帝光的克里指出 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 必须建立伙伴关系应对气候变化 而不是被其他问题的分歧成为阻碍 克里认为中美在气候变化及其他议题合作 不存在任何条件 总统拜登相信美中气候谈判是独立 中方也向他说过有关问题是独立 克里期望中美在气候问题的合作 能够为其他问题合作开启可能性 克里在凡帝光和早前完成 小长气手术出院的教宗方制国会面 形容教宗精神及状态都很好 会面愉快 中国和美国自建交起 逐签多年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将在今年8月27日戒门 华盛顿内部对于逐签协议 或被他到期中止定义或重新谈判意见分歧 国务院拒绝评论任何内部审议 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拒绝评论 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三位知情的美国官员指 鉴于中美双边关系处于数十年来最差的状态 华盛顿内部正是讨论重新谈判协议 以增加对工业间谍的保障措施 和要求对等数据交换 但优类试图重新谈判 有可能会破坏协议 至于支持逐签协议的官员 认为一旦协议中止 将会扼杀中美学术和商业合作 虽然美国主流观点都是支持逐签 但越来越多官员和议员认为 中美竞争之下 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意义不大 在美国制裁之下传出中国通讯大厂华为 正在向约30家中小型日本公司 收取使用专利技术的许可费 日经新闻报道 华为日本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 目前正在和约30家的日本电讯相关公司进行谈判 据悉 华为也将加强在东南亚地区的特许权使用费征收 报道指 华为正在向实使用称为无线通讯无组元件的制造商 及其他日本企业收取费用 几家日本公司指 从之后几名员工的企业到拥有100多名员工的初创公司 近期都收到华为的专利费用收取要求 要求的支付从每单位50日元或更少的固定费用 到系统价格的0.1%或更少 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就表示 华为拥有高份额的标准必要专利 这些专利对使用4G或WiFi等无线通讯标准至关重要 访问德国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说 采取不合作态度是现时最大的风险 拒绝发展成为安全最大的隐患 交给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正是德国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柏林总统府会晤德国总统斯泰恩·麦尔 新华社报道李强指出 中国始终高度重视中德关系 他出访德国并且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共同主持第七轮中德政府初商 就是要持续增讯适宜 充实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助力两国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 李强指出中德没有根本利害冲突 中方一贯支持开放合作 认为最大的风险是不合作 最大的安全隐患是不发展 中方愿意和德方一起坚持和平发展合作 为全球稳定繁荣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变乱交绩的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 斯泰恩·麦尔表示 德国愿意做中国可信任的合作伙伴 共同维护贸易自由化 应对气候变化等的挑战 又重新德方反对脱勾 反对任何形式的阵营对抗 双方也都就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李强乘搭的飞机是在当地星期日晚上抵达柏林·波兰登堡机场 展开对德国的正式访问 另外德国总理索尔茨当地星期一 在另一个场合表示 不应该将所有出口货物交由国家系统监察和检视整个出口程序 索尔茨强调德国已经有一系列法律 确保德国的经济安全 外界相信索尔茨是指不应该由德国政府监管所有出口到中国的货物 一般相信德国正是试图维持德中关系发展 但是又不背背七国集团主张对华关系去风险化 西方分析家亦都相信 李强首次出访选择到德国 其后又会到访法国 反映中欧关系有其独特之处 李强是德国期间也会会见德国工商界代表参观德国有关企业 他之后会转到法国访问 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星岛日报娱乐头版家里可能就是你 我们参加了星岛青山小姐选举 认知了很多好朋友 增加了自信心和舞台经验 锻炼了仪态和谈吐 参与了不同的社区活动 回馈社会 欢迎你们也来参加 继续是美国新闻 洛杉矶市会成员正在调查 德州州长阿博特近日将移民从该州 送往洛杉矶的时候 是否涉及人口贩卖及绑架 此外 他们另提出一项的决议 呼吁洛杉矶当地的检检官 贾斯康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 以及联邦司法部长加兰 展开类似的调查 查明一个政治桌头之举是否涉及犯罪 德州州长阿博特表示 总统拜登拒绝保护边境安全 成千上万人从墨西哥非法进入德州 而洛杉矶是移民寻求前往的主要城市 同时洛杉矶领导人还宣布其为庇护城市 这些移民被载到洛杉矶华埠的 圣安通尼欧克罗地亚天主教堂 洛院的消防局工作人员 确保他们没有任何健康问题 而根据人导移民权利联盟指 这些移民在巴士上等了接近24个小时 一些人途中甚至是没饮没吃任何的东西 司法部因应机密文件案而起诉前总统特朗普 在政坛引发巨大反应 保守派的批评声音也排山倒壳而来 但司法部长加兰始终保持沉着、谨慎、喜怒不仅于色 只是强调司法独立 牵涉特朗普的案件并不受政治影响 美联社报道 机密文件案进入起诉环节后 特朗普几乎每天都在社交网站发烂 先后提出多种说法 从最初坚称自己无辜 自己身为总统有权将文件解密 到后来指责案件是执法部门栽桩 以及拜登政府指使司法部打击政敌 一直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 特朗普阵营和共和党保守派也随之起舞 指责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评激 由四方八面地涌来 反观加难始终保持低调 只是偶然有几次发表声明 强调案件是符合程序 司法部前部长巴尔再到公开批评前 总统特朗普指责对方行为魯莽 因为经历文件案而遭受起诉 完全是自作自受 如今不单止伤害共和党 特朗普自己领导的保守运动 也都导致国家利益受损 身为特朗普任内最后一名的司法部长巴尔 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根据《密件案》49页起诉书的内容 案件的情节是非常严重 已经造成严重的影响 特朗普在在任期间虽然做了一些好事 但现时已经不适合担任共和党的棋手 霸意又严重批评特朗普的性格存在缺陷 是切头切尾的自恋狂 永远将自己的利益和满足放在最高地位 甚至凌加国家利益 就好像目中无人的九岁小朋友 总是不理父母的劝阻 因为这些缘故 不能让国家成为特朗普治疗自己的代价 国际消息方面 英国政府宣布一系列措施 收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计划立法容许持续凍结俄罗斯的资产 直至俄方同意向乌克兰赔偿为止 又设立新的渠道 将被凍结的资产捐到重建乌克兰 当局亦计划要求被制裁的人士 申报在英国的资产等 目前估计乌克兰重建是需要耗资4000亿美元 而英国至今已制裁俄罗斯超过 1,550人 并且冻结超过18亿英镑的资产 相等于23亿美元 外商其詹明说 乌克兰重建需求庞大 新的措施将会确保令俄方 要出钱收服示意攻击的国家 稍后将会公布如何透过一个基金 将捐款用于重建 因为网站带行歧道 所以骗徒亦都在平台设立杀猪盘 并以单身中年女性为主要对象 令这一类骗案成为主流 歹徒会甜言密与控骗当事人 然后引诱他们投资加密货币 得手之后卷款消失 联邦调查局FBI的统计显示 在各种类型的投资骗案当中 涉及加密货币的增幅最大 但在2021年涉及总额达到25.7亿元 按年增长183% 而在最小一个案例当中 42岁的单亲妈妈霍洛威 透过约会平台Tinder 认识了一名自称是法国企业家的男子 对方展开田严物与公势 获得他信任之后 介绍他投资加密货币 并在最初几次交易当中 令他略有斩获 而霍洛威不如有诈 加大投资额 满心欢喜以为自己人才良得 最终发现自己 401K户口超过10万元的存款 准备洗劫一空 新台TV新电视APP是全美最大 资讯最快的华人媒体手机平台APP 新电视新闻、粤语和国语电台直播 还有其他受欢迎的节目 例如总编辑时间、时事观察等 星岛一站式服务平台都在里面 新电视APP方便又快捷 快点下载知道更多资讯 接着一节香港新闻 香港劳固会召开会议 讨论输入外劳的议题 有议员代表在会议中途离场 表达不满 交给港台记者陈晓军报道 政府上星期公布行业输入劳工计划的安排 包括为建造业和运输业输入合共2万名外劳 由优化补充劳工计划 允许26个非技术或低技术工种输入外劳 劳固会早上开会讨论政府相关的计划 雇主和雇员代表以及当局的代表都有出席 不过会议中途 雇员代表就离场表达不满 雇员代表林伟刚说 政府代表在会议上 只是将已经公布的讯息再说一次 没有留有咨询的空间 他认为是不尊重劳固会 劳联谈今年就说 政府没有平衡劳工界的意见 令劳固会由咨询的角色成为被知会的角色 又担心相关计划影响本地劳工 出席会议的雇主代表施荣怀就说 欢迎和支持政府输入劳工计划 形容因应本港的劳动力短缺 计划是及时雨 他又说本港的雇主如果在香港聘请到人 没有人会愿意输入劳工 施荣怀说 最重要因应香港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 觉得不要糾纏太多 是不是经过劳固会 另外香港鑽石山河里湖广场 今个月初发生的斩人事件 有议员关注现时人手不足之下 如何落实政府早前提出的十项建议 交给港台记者陈晓军另一节报道 鑽石山河里湖广场 今个月初发生辞刀谋杀案 疑空有精神病记录 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 讨论为精神服务人士 和有精神健康需要人士提供的支援 对于政府早前说 鑽石山的事件和资源人手同跟进不足无关 以原江玉宽质疑 当局提出这个说法的原因 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恩说 从来都不否认人手不足的问题 不过有关案件的疑空 有覆诊和接受社区支援服务 似乎不涉及人手不足 而导致照顾上有疏忽 政府早前提出十项建议 包括将个案经理和严重精神病患者的比例 优化至不超过1比40 社福界议员迪志远关注 现时相关人手不足如何落实建议 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声说 会因应需要调拨人手应付需求 议员林素卫就建议 未来在全港18区推行的关内队成员 都可以参与接受精神健康服务的训练 提高地区上的支援 当局回应说会考虑有关建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